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那個滯空措子 載聖門207GV 然後我要爆燒的屏幕是 大家都不讓我回過 很久一個ATP的程式 有 有 有 好 我先介紹我公平的部分 公平的部分 主要六四瓜是雷戰小郭 雷蒂玉 跟根文山還有文化文書 然後雷蒂小郭的話 上面的內容都是我做的 然後雷蒂玉的話 是因為同學上面他們經常寫 所以我就只有補充一些那個建研的部分 然後更文山的部分 我也是補充建研 然後雷蒂玉的話 主要是跟老師上課內容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把 就是那個邵康先生做 就是作者的生平跟一些後世的人 然後包括書室對他的一些民家的東西把它補上去 然後我又做了那個 今年的那個總統大選的一個補掛 然後 之後還會 最後再介紹一下關裡面的程式APP的設計跟Dame 然後 那個因為老師有說那個請問我的家的問題是總統普掛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我三組候選人到底要 到底要怎麼去設計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我用比較笨的方法是說 我每一組候選人 我就在那個醫學網站那邊普掛成室那邊給他補一個掛 然後那個普掛 我覺得如果 如果是馬英九當選的話 應該會滿好 剛好滿準的 因為那個蔡英文他們的掛是說 那個好像找不到方向 感覺上應該是請他下次再來的意思吧 然後那個馬英九他這邊的那個建議的話是說應該趁勝追擊 所以感覺上這個還滿符合他想要連任的那個企圖性 然後那個三號的那個宋楚瑜他那個掛的話是比較 感覺上是比較不笨的感覺 對 他就反還是小精微妙 不知道會不會出大罪 搞不好還是又跑出了兩顆子彈什麼 這個怪東西出來 然後那個介紹一下我呢 就是取得一個那個程式 他主要是簡單來說是 搖晃可以去取得畫像 然後去計算出那個 這個 這個號碼 然後我的算法是比較簡單 就是可能以 就是出2 3 4 5 6 上 然後出為1 然後如果是 出6的話就是1乘6 然後再去 再去莫的49 就是符合1到49裡面的號碼 可是後來發覺這個算法會 比較的問題是說 因為前面幾個號碼都 其實6號碼都很容易是重複 可能是6啊 12 18 或者是36 這幾個號碼 所以可能 如果之後有機會改版的話 我會把那個時間 再做一個人 人家把它加進去算 然後 我就想說 既然手機上的程式 盡量是 以畫面警戒為主 然後我那邊 程式這邊是已經有在跑 可是 因為畫面比較小 所以我有卡圖在那個 我的簡報上 那是一開始的那個 初始畫面 然後之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 程式執行的時候 會變成是說 它可能 像這 我demo的結果 是剛好是 火山裡的掛像 然後它就會去算出 畫面可能看不太出來 那個顏色可能比較深 就是 白色的球 會變成紅色的球 然後之後就會把號碼固定住 然後下面的那個 那個order list的話 就會把這六號碼 在前面做一個排序的動作 然後那個為了驗證 到底自己寫的程式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最近花了一百塊去買到了 沒有很不幸的是 我自己寫的程式 就是下面那 六個號碼 0612273 你這個 一個號碼都沒中 然後 上面那一組 反而是我自己寫的 亂簽來中一個 09號碼 所以我決定這個程式 不要放在馬屁上去派了 好 然後我們的包裝完畢